19歲的亨利不是待在學校 而是在沉堆的垃圾中 翻找能生活下去的本錢 如何消滅貧窮翻轉命運 或許就從這裡開始 兩百多位食荒者能夠一一領取大米麵條等生活物資 現實殘酷 疫情下能飽餐一頓 對他們來說都是奢望 如今同胞之愛及起善的聯誼 所以我們要感謝祖師傑 因為我們沒有在這裡 我們真的感謝祖師傑 這是很大幫助給他們 因為這項域 我以前說是最坦白的項域 在亞洲,Philippine人口紅利明列前毛 年輕人佔多數 大家先問珍妮爾亞關喬伊菲律賓報道 與我想說ители宣化